中国影音服务提供商乐视日前在洛杉矶召开全球发布会 正式宣布以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本土最大的电视企业Vizio 本次收购是乐视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 乐视创始人兼CEO贾跃亭称 此举有助于让乐视在全球电视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Vizio的数据业务Inscape将被剥离出来 原总裁兼创始人王蔚将担任Inscape的主席兼CEO 贾跃亭表示为实现此次收购已经苦苦追求Vizio三年 本次收购不是简单的销量的叠加 最终目的是为用户提供全新的体验和更高的价值 这次我们和Vizio的整合将会给华人用户带来 首先是完全创新的产品 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智能电视 相信这次的交易价格是非常的公平合理的 我们会站在生态的角度来评判它的价值 而不是仅仅从硬件的角度去看它的价格 所以这次20亿美金的交易价格 我们认为是非常合理的 总部位于南加州尔湾的Vizio 是由台湾移民王蔚在2002年创办的 Vizio目前有两大产品 主要是电视和音响 凭借着性价比优势在美国市场迅速穿升 就市场销量计算 Vizio目前是美国第二大电视机厂商 仅次于南韩三星 在未来收购完成之后 Vizio有机会跨过年产能1400万台的门槛 几下日本Sony成为全球前五大电视品牌厂商 凤凰卫视记者张池 洛杉矶报道